好 接下來我們再來關心 日本真的是吃了蹭駝鐵了心 要狠打韓國嗎 因為日本政府日前管制了 三種電子材料出口南韓 那現在又搬出了一個最新的理由 說什麼呢 說因為南韓的這個管理 貿易管理很不確實 所以原料如果流入北韓的話 然後如果被做成了砂林毒氣 那該怎麼辦 當然了這個理由 南韓一聽大翻白眼 好 但是日本的態度還是很強硬 這位是日本的經濟產業大臣 叫世耕紅城 他就說日本是不會撤回 對於韓國所實施的出口限制 那南韓總統文在寅 他也在今天趕快把30家 國內的大企業集團總裁全部找來 有誰呢 包括有三星 SK集團 LG 還有現代汽車等等 然後呢 文在寅就告訴 這些大老闆們說 要注意了 目前我們韓國的情勢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緊急 同時他也對日本來喊話 說請日本不要把路給走絕了 好 不過呢 你看看喔 以前只要兩國在吵架 那自詩為老大哥的美國 通常都喜歡去調停啊 怎麼這一回日韓的貿易戰 美韓現在美國也都沒有進入 這個調停的階段呢 也不吭聲呢 實際上是因為可能美國對他們來說 也是有利益的 因為呢 現在禁止了出口原料到韓國去 那韓國的一些競爭對手 比方說美光他可能就會因此得利 好 那另外還有就是蘋果 蘋果呢 他們即將在九月份發表新機 那如果三星它的零件供貨不順的話 恐怕也會影響 所以呢 這必須也要尋求一個替代 而OLED面板供應商 京東方或許就可以分一杯羹喔 有傳言就指出喔 京東方呢 實際上現在跟蘋果有在接觸 然後呢 可能也會納入供應商的名單 藉此喔 希望可以減少對於三星顯示器的依賴 好 但是呢 韓國自己快要斷糧了 當然不能坐以代幣 所以現在還有什麼樣的做法呢 現在包括三星還有SK 海力士 就跨海尋求我們台灣的協助 希望可以獲得更多原料 但是呢 我們看到的是光一個光阻劑喔 這個種類就有那麼多種 所以如果你臨時要去換供應商的話 你可能需要去驗證嘛 這也都需要時間 短期之內也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規格恐怕還必須要克服 日韓貿易戰從東北亞打到日內瓦 南韓代表團有備而來 要把衝突拉高到國際層次 不料日本來個相應不理 更讓南韓官方跳腳的是 一方指控南韓為妥善管理化學原料 有可能流入北韓 被用來製作砂磷毒氣 讓專家大翻白眼 還沒更質疑 安倍在參院大選前拋出了砂磷毒氣說 根本是刻意製造恐怖心理 不然眼看衝擊在所難免 文在寅急招企业大佬 要大家做好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 最新数据显示 超过五成靠日本订单 维持生计的南韩中小型厂商 可能撑不过六个月 更糟的是还有对手虎视眈眈 等着坐收羽翁之力 因为南韩GDP仰赖出口过深 经济规模又比不上日本 现在有民众恼羞成怒 看到日本进口车就出手刮花 刺破轮胎甚至狂颇会晤 虽然两国政府与民间激情对抢 不过学者理性分析 日本出口成长 其实与南韩立不可分 也代表这场仗如果真的没完没了 就算南韩不知倒地 日本肯定也将元气大伤 在新闻综合报道